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今天就要朋友们做椒盐大虾 大虾剪去虾足 斜着剪去虾头 挤出里面最脏的虾包 再剪开虾背 去除虾线 方便入味 清洗干净 再用厨房纸擦干水分 接着撒上玉米淀粉 给大虾薄薄的裹上一层 锅中的油温烧到七成热 油微微的冒烟 用筷子试一下 冒几次的小炮就行了 放入大虾 用中火来炸 全部下锅之后 把虾炸至定型 再轻轻的翻动 炸至两分钟闹出 再把油微升高 烧至冒烟 然后大虾回锅复炸 复炸只需要15秒 二次复炸 让大虾变得更加的酥脆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放入葱姜蒜末 青椒和洋葱末 用小火炒香 炒香了之后放入撒好的大虾 撒上胶原粉 再次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撞盘 不说废话 靠谱使用接地器 一道非常好吃的椒盐大虾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